卢定桥,坐落在卢定县城大渡河上,该桥始建于清康熙44年,桥长103.67米,宽3米,共有12164个铁环相扣,全桥铁剑重40余吨。 两岸桥头堡为木结构古建筑,风貌独特,为我国国内独有。 86年前,不畏生死的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,陛下有我就有桥的誓言,踩着摇摇晃晃的铁锁冲到对面,劈开了长征的胜利之路,也让这座铁锁桥闻名中外。 如今,这座红军飞夺的卢定桥,虽然保护错失齐全,但脚下就是滚滚流逝的大渡河。 光看一眼,就让人直冒冷汗,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 此生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卢定桥,去感受一下上面的惊险,体验一下红军长征飞夺卢定桥的惊心动魄。